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将这个复伏器状态制作完成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往后来制作我们的这个团队留言板 这个团队留言板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是占用了整个这个三个系统的这个12份对吧 占用了100%的这个区域 然后在这个留言板里面呢 它又分成了两个区域左右两块 那左边呢是这个留言的内容 然后右边呢是一个这个留言的这个输入框 然后以及一个留言的这个联系手册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样来制作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三个系统呢 来给它进行一个布局 好,首先呢在这里 然后呢在这个的下面 在这个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这个信息下面呢 来创建一个这个区域 好,给它一个DAV 然后给它一个class呢 等于这个CVR-MD-12 这样整个三个系统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面板 好,DAV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class 等于这个Panel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默认的样式 Panel Default OK,然后呢 首先给这个面板的一个标题部分 好,给它一个DAV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class呢 等于这个Panel Heading 好,然后标题的话是这个团队留言板 OK,然后往下呢 来制作它的这个内容区域 好,然后给它一个class呢 等于这个Panel Body 好,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来写这个内容 首先呢这个留言板主区域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好,主区域已经出来了 对吧 好,这里的话 看一下还有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写在这个容器里面 对吧 容器里面 好,找一下这个容器的这个结尾处 给它加上去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个呢 就是说 一定要在这个ROW点 ROW的这个DAV里面 那么这里的话 在这个里面啊 一定要注意 在它里面 因为刚刚的话位置是要加错了的 好,所以说呢 就造成了它的这个百分百的这个显示效果 好,我们来刷新 现在来看一下 是这个 OK,没问题 然后呢 来对它进行左右的这个三栏布局 那么左侧呢 是这样用了 好,前面的话 这是百分之百的这个 1比1的这个三个系统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那么左侧呢 是7 右侧呢 是5 好,三个系统 给它一个DAV 然后给它一个class呢 等于这个COL-MD-7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5 OK 然后呢 左侧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个谈论的 交流的这个信息 对吧 留言的这个信息 好 那么留言信息呢 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 找到它的这个代码 因为这个官网呢 也是给出来的 我们打开这个V3 找到它的这个 组件这里 中文网里面 找到组件这里 右侧呢 有一个这个媒体对象 好 那么媒体对象这里呢 我们就找到了 这样一个样式 OK 那么下面呢 有这个媒体对象的 这个对应代码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先拿过来看一下 好 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更改 那么首先呢 需要引入一些 这个图片 好 图片素材的话 我们找到这个桌面上 那么给大家准备好了 两个素材 OK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这个素材呢 之前也是用到过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找一下 应该还在 应该还存在 那么把这里的素材呢 全部都清空掉 OK 清空掉 好 然后粘贴一下 我们这两个素材 AB 那么A呢 表示的是安卓 B呢 表示的是这个IOS 好 那么 安卓的这个图标呢 我们就给它用来代表 这个卓大哥 然后这个IOS呢 表示这个技术网 好 我们来改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是这个安卓 对吧 是安卓的 那给它一个什么呢 卓大哥 Image下面的A点PNG 好 那么 给它一个图片标签呢 叫做卓大哥 安卓 做卓大哥 好 然后呢 这里呢 标题 这个heading呢 给它这个 H4 给它一个卓大哥的一个称号 好 然后呢 里面呢 就是一个内容 一个内容 内容的话 这里复制一下 好 技术大哥 今晚请把这个网站 升级一下 对吧 这样一段 这个要苏醒的 这个语句 OK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来刷新 好 卓大哥 技术大哥 今晚把这个 网站升级一下 现在有漏洞 然后呢 右侧的话 是什么呢 是一个 这个 下面 下面是一个 这个技术网的一个对话 对吧 技术网的一个对话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技术网 这里如何来写 同样的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medal呢 给它一个复制 好 这个对话框呢 整体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这里只需要更改一些 基础的代码就可以了 这里要改成这个b 好 b呢 表示这个 这个iOS 对吧 技术大哥 好 复制一下 好 OK 然后呢 将这个文字呢 复制过来 收到 今晚凌晨两点 准时升级 好 然后呢 下面呢 还有一条对吧 还有一条数据 那么 再复制一份 好 那么这一条呢 是你先发布的 站点通知号 先发布 站点通知 然后下面这条的话 是这个卓大哥的 好累 对吧 好累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里还需要把这个图标 给它改一下 就是这个卓大哥的 然后来刷新 这里刷新一下 好 做大哥 技术大哥 技术大哥 好累 那么没问题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些 这个效果的处理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条对话呢 它有个这个背景 对吧 有个背景 一个面板 一个一样的 这个东西 OK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 使用这个 Pullstrap里面的 自带的一个工具 我们直接给它 加一个这个 Vill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了 好 复制一下 然后先加第一条吧 先加一条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没问题 对吧 加上去之后呢 就有这个效果了 好 然后呢 每一条呢 都给它加一下 那么这样呢 就把每一条对话呢 给它区分开了 好 那么显得要 稍微的好看一些 好 那么这是左侧 好 然后呢 我们对它呢 进行一些处理 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图标 这个头像呢 给它做些处理 那么这里的话 木认的话 是这个64 64x64的一个大小 OK 那么我们给它 加一些这个 样式 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 这个 css里面呢 来写一个规则 好 写一个规则 那么来写个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宽高 或者是头像 头像专用 好 头像的 然后呢 给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wh wh 点wh64 那么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宽度和高度呢 都是64 好 64个像素 然后高度呢 也是64个像素 然后这个 这个圆角 好 border -radius 等于50%的 这个圆角 然后呢 把这个样式呢 直接的应用到 我们的这个头像上面 好 那么这里的话 需要注意 不能使用这个 bloodstrap框架 木认自身的 这个 什么呢 它的这个 图片的这个 自适应的这个样式 好 那是不行的 OK 然后 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头像呢 就变成了固定的高度 64 然后来缩小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对它 进行一些这个 处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 对话的话 是一左一右的中心 是来进行这个显示的 所以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呢 来将它呢 这个 变到这个 右边去 OK 那么这个呢 其实非常简单 好 我们打开这里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那这个 在右侧的是 这个什么呢 是技术王 对吧 是技术大哥 好 我们找到第一条 这个技术大哥的 这个回复 好 那么在这里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这个 medial 然后 杠left OK 那么看到这个left呢 大家都会想到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 是这个左浮动 对吧 左侧 好 那么我们给它改一下 是他现在改一下 改成right 看一下 然后再来刷新 OK 那么看到它有一个 这个向右的一个过程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这个 让它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 在这个什么呢 内容回复的这个后面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text-right txt-right OK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个技术大哥的这个名称呢 和这个回复的内容呢 就已经到右侧了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更改一下这个头像的这个显示位置啊 头像这个代码的位置 那么把它改到这个回复的后面 OK 这样来 然后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技术大哥的这个头像呢 就到右侧来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到右侧的一个制作方法 然后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下面呢 来进行更改 首先呢 是技术大哥的头像 给它调到这个右侧来 调到后面来显示 然后呢 将这个呢 改成这个right 好 然后在这个board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text-right 好 这个时候再来刷新 那么这个对话的这个列表呢 就已经这个做好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做这个留言板 留言内容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相对也是比较简单 好 我们打开这个编辑软件 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 这样来写 好 首先的话 是什么呢 是这个留言板的内容 对吧 好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 这个fromgroup的这个 表单组 对吧 OK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这个from 好 好 这个传送呢 就传送到这个当前页面 OK 然后呢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写一些内容 首先呢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from-group的这个divin class等于这个from-group OK 然后呢 给他一个这个level 好 level呢 给他一个这个for 然后到这个txt 然后呢 然后呢 里面呢 我们给他写一个这个标题 对吧 写个标题 那么是什么呢 请输入 输入留言内容 对吧 输入留言内容 好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来使用一个这个txt array 来使用一个这个text array 好 好 那么这样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给他一下这个行列 好 给他一个这个row s 然后呢 给他为5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stl-s 然后给他一个10 再给他一个提示语句 提示语句的话 让他输入这个留言内容 对吧 请输入留言内容 好 请输入留言内容 然后下面的话 给他一个这个按钮 给他一个这个按钮 button butt 好 然后呢 给这个按钮呢 一个这个 type 代为这个submit 好 然后呢 给他一个这个class呢 代为这个btn 然后呢 btn-defiled btn 默认的样式 defiled OK 然后这个按钮的 这个文字 留言 好 然后呢 来保存看一下 在这里刷新 OK 那么留言内容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那么和这边呢 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个处理 因为这个 留言的这个按钮的话 离这个 表单 离这个输入框呢 是一个很靠近的距离 对吧 所以说呢 好 我们就可以给他这个调试一下 那直接审查元素 可视化的调节 好 给这个按钮呢 加一个这个 这个 Major Tor 等于15个像素 好 这样也可以 对吧 这样 好 那么 我们直接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然后到这个 css里面来写一个 给他一个这个 叫做什么呢 编剧 对吧 直接这样来写 可以 编剧 这样来写呢 这样来写 好 这是这个 mr 对吧 mr 然后呢 代表上是什么 代表外边距 好 mr 点mr 然后 -t -15 那么就表示的 这个Major Tor 15 对吧 好 Major Tor 15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了 好 OK 然后把这个Nin呢 给他应用到这个按钮上面去 应用到这个按钮上面去 好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个按钮呢 就你这个 外面框呢 有一定的距离了 好 然后呢 再往下 我们来做后面的这个 团体联系手册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又是一个这个面板组 对吧 还有一个嵌套的一个面板组 OK 那么呢 我们直接来写 好 找到这里 的 下面 好 表单的下面 然后呢 给他一个这个div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class呢 等于这个panel 然后给他一个panel default OK 然后里面的话 给他一个标题 div class 等于这个panel heading 叫做团队联系手册 团队联系手册 OK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这个内容 给他一个div 然后class 给他一个panel defaul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的话 它主要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组 好 列表组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list group 对吧 OK 好 一个ul 然后class class呢 等于这个list group 好 然后呢 给他一个这个类 然后 另一个给他一个这个class class叫做这个list group 跟item 好 那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值看一下 站长 李小龙 好 电话 复制一下 好 然后呢 后面的也给他复制过来 直接整体复制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这个立标签给他加上去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来刷新 看一下 好 团队2.7 手册 好 没问题 那么这里呢 给他加一些图标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找到这个中文网 然后呢 找到这个css这里 应该是组件这里 找到一个手机的小图标 好 找一下 这里有一个这个座机图标对吧 座机图标的话这里会用到 所以说先把它给拿过来 好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 坐机图标 那么中间呢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 隔离 给他一个隔离 空格隔离 好 那么给他写一个这个空格 nbsp 然后呢 把这个图标给他写上去 span 给他一个class 等于这个座机 然后再给他一个空格 OK 没问题 这里呢 冒号后面呢 就不用给了 就不用给了 好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手机的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儿 找到了 然后呢 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 放到这里 给他加一个这个span 好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class 等于这个手机图标 然后 每一行都给他复制一个 OK 保存 刷新 好 没有问题 那么 只是这个手机图标后面的话 应该给他加一个空格 而且这个坐机的这个图标这里 应该把空格给他加的这个 宽一点 所以应该再给他加个空格 OK 手机图标的后面 加个空格 好 然后呢 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和这边呢 显示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台首页的一个制作 那么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制作出来整体效果 非常的这个简洁 好 美观 那么也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审美观点 好 当然 这个里面呢 其实制作是大家看完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直接把这个 BlessW25框架的这个代码呢 拷贝过来 然后进行一些小小的修改呢 就可以了 对吧 OK 那么这是这个首页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来做这个后台的这个用户管理 这个界面 好 那么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暂时还没做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已经做完的这个demo里面 好 那么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 OK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 下节课我们下节课